我們在腳上其實還有穴道 腳上有 腳上有的竹山林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奧物有沒有 膝蓋的奧物 在下一個手掌的位置 這邊竹山林 外面嗎 對 外側 如果找不太到 其實用拳頭大概敲這附近 會痛的地方在竹山 如果這幾天這個地方都在痛 膝蓋痛 你那個位置有點高 比較像是有風濕的感覺 風濕 這幾天就有一點痛 好像是我 那影集又出來了 對 這個我貼一下 竹山林 竹山林用敲的就可以了 兩邊都要敲 兩邊都可以敲 大概這邊 應該是外側 然後這樣 對 然後那個 蔡教授有一些穴道要用 直接退完了吧 直接就後面這裡 後面也有 後面這個 這不容易貼的 這一帶 我習慣其實不要管 不太管穴道 就是這樣子上下 就這樣子的 上下去 就這幾個嗎 不是這裡 對 這裡胃疏 那個疏就是總管的意思 疏的總管 胃疏 腎疏 大腸疏 就是在脊椎兩側就對了 對 這個小朋友 對 我也會這樣幫我 所以這個我們是要 按多久或是說 按到你舒服 特別是上馬桶的時候 廁所的時候 有順序嗎 沒有 我習慣 其實我本來認為這個 是不是正確 但是我幫我女兒 她答不出來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 所以自己突然想著 是沒想到現在才知道 是不是正確 是正確的 我會幫她按一下 這樣子 另外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平常大便 會堆在這裡 會痛 就按這裡 左邊 偏左嗎 這裡還會痛 左邊 除非你是反 左尿尿 左邊按 這樣 這邊會 會想尿尿 小尿尿跟大便都會 坐在馬桶上 現在想 好 我們趕快介紹完 就可以去了 這邊 另外一個我覺得 剛才我跟廖醫師 有討論很久 就是關於這邊 在手掌上 當然我很喜歡這個 叫指摺 不是指摺 指勾 很喜歡這個指勾 按得很舒服 這邊有一個 怎麼找指勾 你要把手 秀出來給我們看 怎麼秀氣 怎麼秀氣 四個指頭的中間這個地方 四個指頭 這邊不容易按 就是有時候你按沒有感覺 你拿那個鉛筆或什麼 去按它 好痠 其實戳還是會痠痠的感覺 哪有 這裡蠻舒服的 四個指頭 OK 差不多 真的有痠 痠很痠 只有按左手還是兩手都按 兩手都按 這裡真的有痛 那如果這幾天 我想睡覺 也是風濕 不是 機會人按都會痛 好痛 大痛小痛 他沒按就在痛 那就是不對 那你可能被蚊子咬到了 那一條 所以這裡也是排便的 對 這個方法 幫助排便的 還有一個其實這個地方 也許我剛才跟廖醫師討論 這個叫神門 神門 神門我覺得 為什麼神門也會有效 是因為我剛才講過 排便跟精神是很有關係的 跟壓力 跟膠感神經負責 這個 這其實是安神的 那你比較安靜下去 所以安靜 靠小拇指這邊的 對 小拇指側 就是我們手腕橫穩的地方 然後再靠外側 阿窩的地方 我按每一個老師教的穴道 都會打開 你真的做白刀石最有效的 真的 這個對神經緊張的人特別有效 他講什麼 你今天談到這個 你身體一定氣是跑出來這樣子 真的 所以我在網路上看到 我之前在節目上也有講過 很多人就是這樣握著手腕 這樣轉 它其實也是幫助排便 這邊還有一個內觀 內觀也是不錯 兩邊一起轉 好帥喔 還是很有用 還有一個河骨是不是也是不錯 河骨 不好意思 很多氣 河骨 這真的有用 河骨是十大藥穴 都按對你的身體 整體都有幫助 虎口這邊 它可能沒有直接 跟你的排便有關係 可是你整體的 腸胃道都會改善 河骨 河骨 所以老阿嬤說 我打過肌 你就是按個河骨 對 尤其是胃痛的時候 按這裡特別舒服 對 好痛喔 滿多地方可以按人 然後這邊往上這邊也要 哇 所以你看到現在身上 已經這麼多點點了 對啊 前面了 現在已經有點頭跑出來的感覺了 都是啦 所以這集要趕快做結尾 因為你看到 按差不多到要去搶廁所了 很舒服有暖起來 謝謝 痛痛 對 不過大家 我是真的說真的 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 都是要跟大家講 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腸道 對 因為這有時候是你身體的第一個警訊 你有時候對身體不好 他就會提醒你說 你該多注意我一點 你多照顧我一點 我也會對你好一點 因為畢竟身體才是會陪你走 一輩子的那個人 對不對 好 今天謝謝我們的 三位便秘專家 謝謝你們 謝謝